像我一样把鸡腿剪开 把骨头留在最左边 来调个料汁 这个料汁是甜咸口的哦 因为已经剪开的关系更容易入味 煎的时候皮面向下 稍微按压下 它就不那么容易缩水了 倒入研制时剩余的料汁 还有一碗快热水 盖上盖子焖火 沿着石榴的金膜划一刀 然后白抬 放进碗里敲打它 就可以很轻易地取出石榴粒 倒入酸奶 撒上石榴粒 放进冰箱冷冻 石榴奶妆就做好了 鸡腿排也完全入味了 撒上你吃嘛 摆个盘 淋上料汁 不做一次 你真的不知道它有多好吃 肉质细嫩 一点也不柴 而且超好脱骨 搭配着冰凉凉的奶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